L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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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a. 那我今天要做的這個展譜是關於事業的,就是2020年 我的事業的發展狀態如何 然後還有就是這中間的阻礙會是什麼 所以他这个答案的话 就是没有绝对的不好跟非常好 只是说我希望说请Michael大天使 然后来帮大家给大家一些指引跟提点 让你们在2020年开工之后 就是可以好好的调整自己的状态 并且谨记自己要注意的一些环节跟状况 那如果说你对你自己的工作上有比较多的疑惑的话 其实我也很欢迎来找我做生命灵树 因为生命灵树它可以讲解到整个工作的面向 跟你适合做什么 还有你未来中老年的运势 都会跟你的事业有很大的关联 因为你要过上很好的生活品质 相对你的事业当然也要小有成就 总不可能就都可能一直换工作 或者说存不到钱等等这种状况 那你很难说到达那个时间点到40岁的时候 可以有很好的一个点缝 爆发户就除外 对就是我讲的就是我们稳扎稳打 按部就班的这种脚踏实地的方式 那大家能够怎么去做 我才能达到那样的成就 或是说我才能让我的生活品质变更好 其实不管算生命灵树也好 算紫微斗树也好 算八字也好算塔罗也好 我们给的都是指引跟提点 那他的剧情是绝对吗 绝对不是绝对 而是相对 为什么 因为生命灵树它有分 像青年中年老年运势嘛 那你在青年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把你自己的根基打好 相对来讲会不会影响到中年 会啊一定会 那你要觉得说 我要等到中年才发达吗 当然不是啊 就是你当然是希望说 能够越早退休越好吧 对不对 希望能够尽可能是苦尽甘染 或者是说 稳扎稳打斑斑的累积 也不要遇到太大的失败嘛 小挫折我觉得没有问题 小挫折都可以 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动力 跟上进的一个契机 可是如果是太过低潮那种失败 可能会让你一蹶不振 那也有可能会导致变成一些 比较不好的状态 讲比如说可能无家可贵啊 或是家破人王啊之类的 好不好 我为什么要在前面讲 这么比较沉重的问题是因为 我觉得事业这种东西 不管男生女生 或者你现在是学生 嗯 在打工的 我觉得你都要好好的 在每一个工作中 去学习你该学习的经验 然后并且去学习如何做人处事 带人知道说话的艺术 做事如何效率化 然后还有如何找到自己的一套方法 对不管你是做哪一个行业 我觉得每个行业行行出状元 所以一定要尽可能去努力的学习 然后让自己保持上进心跟热情 那这样的话你的事业才会有 呃比较明显的发展 或者说有更好的机会等着你去 呃去突破 对啊如果说你 都每天都在抱怨啊 自怨自爱啊 或者说 呃身体状况一直不好 可是你又没办法换工作啊 那这种二线循环之下 就会导致你的能量会一直被消耗 你没有东西去帮你增加你的能量 或者说你增加能量的 呃已经不足以去支持你 每天消耗的这些能量了 哦能量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精神力啦 对啊因为你精神力越弱 那影响到什么 心理嘛跟生理都会有影响到 所以呃我希望今天呃 因为今天我请的是Michael大天使 所以我讲话可能会比较严肃一点 那希望说大家不要太 呃就是不要太害怕 对那但是我如果能够 尽可能轻松的跟他讲解 我就会轻松的讲解 这样子 那我一样还是使用麦伦直音卡 对然后我发现最近来讲我个占的蛮多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个占 目前就只有这一套牌卡 那为什么我没有去接触塔罗 我不是没有接触 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像那些塔罗老师讲解这么的详细 因为毕竟塔罗牌有很多种 然后再来就是说他有78张跟22张 然后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去多多了解 那所以像我现在 我应该也订阅了至少40位以上的塔罗老师的频道 我也一直每天每天的会去呃有空我就去听 有空就去听他们占卜不管是爱情事业啊 或是运势吧吧吧吧 各种各样的 对那我从这里面会去寻找灵感 然后希望说也可以帮助到大家这样子 对OK好那我们废话就不多说 然后今天我在我的那个水晶上面啊 那个放了两个小奥钢塔 对 那奥钢塔的用意啊 就是我发现还蛮多人 奥钢要叫什么奥根 对这样大部好像叫奥根石吧 然后在台湾是叫奥钢 呵那个奥克的奥 然后钢呃很钢硬的钢这样子 对那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就是可以消除所有的负能量 对那像呃 比如说你今天去比如说去商市 或者说你去一些比较不舒服 比如说呃坟墓啊 坟墓地区啊 或者说比较硬的地方的话 其实你带着奥钢的话 它会它的那个正能量的气场啊 会帮助你去 呃隔离一些就是不好的能量这样子 不好的能量场 对我觉得还蛮有效 我自己也有带奥钢 然后不同可能不同水晶的奥钢 它又会有附加不同的作用 而且它也不用做消耻 也不用晒太阳 呃就是我觉得简单清洁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说它真的不用特别去顾 然后再来就是呃它可以去帮其他你的那些水晶啊 饰品或是一些呃东西去做消耻 或是有些人会有佛珠嘛 对然后可以去做一些消耻进化的功能 对啊就是进化啦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研究一下 然后目前我爬了很多文都是说 黑钥匙的奥钢是 呃进化功力最强的 能量最强的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带黑色饰品的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去买个黑钥匙的奥钢 对可以让你整个人就是 你会觉得你带上奥钢之后你比较不会有负面的想法 然后而且你会觉得嗯 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挺顺的 也不会就算有一些小小小阻碍也很快就过了 对我觉得不知道是心理反应还是怎样 但是我真的觉得说呃 呃还有病痛 就是生病的状况我觉得也会 像我有时候头痛我很容易偏头痛 我就会带奥钢匙 假设说这是我的项链好 我就会呃就是握在握在右手 嗯应该说握在左手啦 你可以握在左手然后左进右出 让他的能量进来 然后呃你就是希望就是祈祷说 呃希望大天使比如说拉菲尔 然后可以让我的痛可以缓解一点 因为拉菲尔他主要是治愈疗愈的呃大天使 对所以就是你可以跟他祈求这样 然后握着奥钢感受那个奥钢的能量 这样子啊你感受不到也没差 反正你就是心乘则灵啦 对然后你就可以祈求 啊但是如果真的太痛喔 痛到已经有一些呃病症发生请赶快去就医好不好 就赶快去看医生 绝对不要一直一直握着啊我干嘛不去看医生 这样也不会好的喔 我刚才讲就是很轻微比较轻微 比如说感冒啊或是说呃喔说到感冒 最近那个武汉肺炎真的呃已经有在台湾已经有确诊 然后像林口长哥那边也有很多民众说就是很像有确诊的案例在里面 然后有些人都被隔离了对然后所以希望大家自己出门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好不好出门一定要记得戴口罩 千万不要懒因为这次武汉肺炎就是他的威力啊跟当初那个SARS是很雷同的对然后所以如果他真的不小心蔓延开来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我真的希望说2020年不要发生这样的呃才才刚要过年就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么可怕的疫情的病的疫情状态 那所以还是希望说大家如果过年要出国一定要先注意一下 那武汉肺炎目前的一个警戒的状况那哪些国家可能已经有病症了大家都要自己特别小心 对然后搭飞机什么啊出入关什么出入境都要记得戴口罩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好不好 有带种比没带好啦对然后还要勤洗手一定要勤洗手知道吗不是只是沾水搓一搓而已是真的你要很认真的去可能用肥皂什么的 然后去或是洗手乳去好好的洗就有空去洗一下这样子对这样真的会能够预防很多好不好 OK好我现在要进到正体了我讲了十分钟了好那我们先来看我今天也会使用那个那个领摆 就是测我们2020年的试验运势就是如就是职场如意的几率啊就是顺心的几率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要在哪里去解决就是我我们等一下测出来的那个阻碍对这样子好不好OK 好然后呢这个是第一组第一组是我的那个G-Shock对好然后第二组是好就是玫瑰金的手表 对然后第三个是蜘蛛人的手表对蜘蛛漫威的漫威出的手表 一共有三组一二三好大家静下心来然后跟麦可大天使说 请问麦可呃请问麦可大天使我2020年的事业运势如何 那有什么需要我注意的吗这样子请给我指引然后之后睁开眼睛 看一下你对哪一个最有感觉 好吧 OK选好了吗好哦那我们就要来开牌了 好我们选到第一组我的那个G-Shock的朋友们 好你们抽到的是掉出来的是这两张牌 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是使用喷牌的方式就是洗一洗然后它自己喷出来 我就是就是那一题那个题目的解答这样子 那第一张是这一个这个是你目前2020年的一个工作运势 然后这一张孤立是你2020年这个工作的一个阻碍 对那当然这因为里面啊都会有一些歧视歧视就是你可以怎么去解决的 因为你要先知道问题嘛 知道问题之后你就会可以用你现在所能拥有的方式去处理 好不好就是主要就是运势跟阻碍这样 好那第一张是欺骗那欺骗的话其实呃这个用在事业上的话 你的运势其实呃你可能很希望可以在2020年可以得到一个很丰收 就是让你可以生活突然间可以变得更好 所以你很很急的想要这个财富但是有时候变成不小心就变贪心了 就是上进心不小心变贪心就是你渴望有这些钱 可是因为你变成有点贪心了那你或是说想要一步登天 那变成说你可能会呃很容易就可能会被骗 或者是透过骗人的手段去获得这个财富那 但是如果你从你如果去做骗人的这个方式去获得这财富 你的内心会越来越空洞怎么说呢 因为呃你的内心其实是很脆弱的你在做这些事情 其实呃你是有点脑冲的你不你自己是怕的 你是没有勇气去骗人的而且你是你的自我的良心良知 还是很很明显的那所以你必须要自我坦诚 你真的觉得做那些事情可以帮助到别人吗 真的也可以帮助到自己吗 那获得到这些财富真的是会是你的吗 你要想哦还是说你只是一个人头而已 嗯 抽到这张牌也要小心有可能会被利用 除了你利用别人你也要小心别人会利用你 或者说你遇到的一些合作伙伴可能也是呃表面上跟你很好 跟你谈的一些很漂亮的条件签了一个很棒的契约 但是你却没有很细心的去注意那个契约的内容 结果就签下去才发现说哇怎么真的就怎么到最后没有收到钱 反而还要赔了钱对那这样的状况是非常怎么讲 会对你会有很大的打击 那而且你的内心其实又不够坚定的不够坚强的状况之下的话 很容易就呃变成就很跌落谷底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抽到这张牌2020年你要注意 你一定要特别去注意说不要让自己去陷入一个贪财的这一个状态 任何事情我觉得你慢慢来慢慢做你都可以获得到你想要的 懂吗 你不要怕你不要觉得说呃为什么可能譬如说到四五月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我还存不到什么钱 那你应该要去思考说你到底花在哪里那是不是说有些不必要的费用可以稍微简约一点 如果你今天想要现在生活过的品质好一点你一定会多花一些钱去让你的生活品质变更好 ok那相对来讲你可能就存不到什么钱那如果说你想要现在存钱你可能有目标想要买房子买车子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先把这些钱去嗯就是先少做一些玩乐或者说想买一些生活就是不必要 没有很必要很必须的生活用品然后生活一切重建 但是然后或者说吃也不要吃得太好啊餐餐都吃高档的啊对不对餐餐都吃五六百块啊一千块的啊那这样的话 嗯我觉得这样才是对你最有帮助的方式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你看得到的 你实际花出去的跟你实际收到的钱这个收支是是平等的是是你应该不能说是平等 是说你可以透过记账啊或是一些呃记录的方式去了解你的收支状况 然后进而去慢慢的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但是最不要的就是说你为了贪心可能你去人家跟你说 我告诉你那个什么呃娱乐城啊很很厉害你可能只要投几千块你就可以大赚多少 然后或是说他说没关系我先借你呃你有赚的话再还我这种的呃你遇到的这些都不会是贵人 你懂吗就是说对你来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些东西他愿意免费让你去免让你先跟他借钱 然后之后再跟他还那你怎么知道说如果你如果你没有赚呢 嗯那你没有赚到你要怎么还他还有他是不是就有借口就是来跟你要债要利息等等的 我觉得你需要去想到很后面的一个状态但是你是可以去设定你的目标设定你的愿景 但是你要脚踏实地而且并且所有事情要去做一个比较呃 客观更透明化的记录跟分析好所以这抽到这这张牌的人啊要特别特别的留意而且这张是心轮所以你要把你的心打开懂吗 我知道你很渴望想要赶快改善你的生活赶快有富裕或者说给家人什么 但是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你想要做的那个投资或者说你现在做的工作 如果呃如果说是那种可能需要欺骗人的或者说或者说从别人那边或去或者说拉人的那一种 嗯嗯或者是说有些比如直销好了为什么呃我不是说直销是欺骗人的行业我自己也做过直销但是如果你今天把直销 然后变成是一个反正我拉越多人进来我就可以赚越多反正我也不管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或者说我也不管说这个工作对于我拉的人到底有生活有没有真的有实质上的帮助 反正你现在就是要先得到钱你为了得到钱你做了很多不择手段 然后让人家可能博取你的信任或者说你让人家觉得说欸我告诉你喔我在这边赚多少用骗的 比如说你跟他说我现在在这边月入十万千名你每个月才赚两万块而已 那这样的方式你懂吗谎言是没办法谎就说谎一辈子的 那你讲了一个谎你需要用更多的方式去圆去圆容它 然后你圆这个谎要再用再用另外一个谎再来圆这样子就是无止境 那迟早是会被识破的就像这两个一样 对啊他们两个都最终都失去了比赛之格 对因为他想要他这一颗橡果嘛 那但是他呃这颗橡石然后他又然后他就用这一堆小的橡石 但是下面是石头然后去骗他然后感觉很重 然后想要跟他换这一个 对啊结果 结果那个他去偷了他然后 然后呃而且然后他他也被他骗了然后他去他得到这一篮假橡石 然后他都他们两个就都失去比赛了 因为他没有这一颗可以比赛的橡石了 然后他也吃不饱没得吃 然后这一个呢他获得到他了可是他是用骗的 所以他就嗯两方都输啦 对也就是说今天我最后才说我不管你是骗就是比较有欺骗别人的行为 还是别人来欺骗你都不会有好的下场 懂吗 对我可能会讲的比较直接但是你一定会想说 呃我我是真的这么惨嘛 所以你在事业我只能说在事业上你2020年的工作上要特别小心好不好 不要让自己陷入这一个呃就是就是那种贪图财产的那种感觉的状态 所以你要呃就是说你要你要问自己说我是害怕说实话吗 那那些恐惧是如何使我操纵别人我真的应该需要说的话是什么 你懂我意思吗比如说你今天是做一些啊卖东西的 你有没有造实去跟人家讲买的这个会怎么样 或者说你的体质适不适合吃这个东西 都应该要诚实诚实以告 当你诚实以对的时候别人也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并且他买回去也真的有感觉到不错 那他就会可能会帮你转介绍 然后而且会让你呃可能也会变成忠诚顾客等等的 所以千万千万不管在自己的事业上还是呃就是工作的心态上面都要保持正直 好不好你一定要保持正直的行为 那如果说呃这段时间比如说你是在创业你可能需要请求帮助 那事情其实或许会容易很多 就是你要创业我觉得如果你是要准备创业的人 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傻傻的用好不好 因为呃可能你会遇到一些财务上的问题 比如说报表或者说成本的分析 对那像你你如果是对这数字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嗯敏感度的话 我真的会建议可能要找一个比如说合伙的或者说找一个会计 齁或者说找你另一半另外一半如果是比较对这种数字比较敏锐的人 他就可以来帮你handle 对那再来就是呃如果你的援助啊没有从你所期待的地方而来也不要太失望 有可能你希望谁谁谁可以来帮你可是他拒绝你了 拜托你也不要对他有任何的憎恨跟不理解 因为没有人义务要帮谁 只有想或不想而已懂吗 就像你想要找他可是他觉得你这个项目可能不是那么好 或者说他觉得不适合他不想 拜托也不要去对他有任何的怨言 你懂吗你要去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那所以如果你现在也是准备要创业的我真的会建议你要多找一些人问问 然后还有就是要慎选合伙的伙伴 如果你是要找合伙人拜托一定要慎选 而且最好是都有交情你很理解他的为人 呃还有就是该白子黑子就要白子黑子 就是说该签契约就是要签契约 不要说全部都是口头承诺 口头承诺最容易跳飘一些人是很会脑补的一个动物 那我们可能会把一些对自己不好的 就会把他自动删除自动忽略 然后到最后欸 呃事情发生的时候才在那一阵子说 不对不对当初是说怎样 怎么会变成这样不对不对你应该 你听错了你听错了你看错了 那不如就有白子黑子两个人签名盖章 然后写的清清楚楚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好其实就是按照正常的开公司的流程 这些文书文本都是必须要有的 这就是就是一种依据啊 对那希望说抽到这组牌的一定要自己多加留意好不好 那只要你可以呃小小小小比较小心的去执行你的工作 然后还有诚实以对 好我相信你的工作发展不会不会很差 好那再来就是呃阻碍的话是孤立这一张牌 那这张牌就是呃对应到是我们第五脉纹喉轮的部分 这是心轮吗这是喉轮 所以啊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呃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其实已经有在上轨道了 可是你还不满足你不满足现状 然后你一直觉得说你应该还有呃就是更多的更多的机会 而且我发现其实会抽到张牌 他的阻碍还有就是可能你常常在做一些庆祝吧 呃比如说嗯开趴或者是呃去参加 比如去夜店玩然后或者是呃常常参加一些比较高档的聚会 对就是你比较想要偏玩热或者说嗯旅游 旅游我倒觉得是还好可能可能久久一次雨了 但是你可能没有去评估自己的一个费用的状况 你只想要你现在只想要让自己比较开心 所以你会找很多的借口去说啊我就 因为我就我觉得我太累了啊我就应该是要放松一下 我觉得我才有动力去好好的工作 但这个都不是真正的理由 是因为你在你现在的工作上面你找不到安全感 你找不到归属感 你也觉得你对你现在的公司好像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愿景 所以你就会想要一直想要去玩乐透过玩乐去减轻你心中那种不安的压力感觉 可是你的钱真的足够去应付你这些应酬吗 那这些钱足够去应付你现在所有的玩乐的开销吗 还是说你是需要去刷卡准... 就是说你需要一卡还卡一卡养卡或者说 呃每次都用刷卡然后下个月的时候再为那些账单头痛呢 那其实...其实你要知道 呃你已经...其实你已经在成就大事的边际了 但是你需要再呃沉着一点 你需要努力的去参与你现在事业所进行的项目 而不是一直看外面 你懂吗 或是说一直觉得一直在跟外面比较 为什么别人的公司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自己的公司却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你们已经...你的公司的东西已经开始上轨道 如果你是刚创业的 我觉得你已经开始慢慢打出知名度 可能前期真的没有赚那么多 但是不要担心 万事起头难 就像我自己刚创业的时候也没有很多的钱 也几乎可能都是靠自己的呃存款 一些老本然后在那里撑着 但是我相信我做的事情一定会有起色 对 只要你有坚定的信念 还有你做的东西是正直的 是能...呃...在你这个行业上 这个专业上能够去回馈别人的 去帮助到别人的 那这个工作 它就有发展下去的意义跟未来 如果你做的这工作是...就像我刚刚讲的 是欺骗人的 你...你觉得他的未来是什么 你可能会...你有可能做这一行做一辈子嘛 不可能嘛 对不对 那他风险是不是很高 非常高啊 对不对 你只要被抓了就... 你就是可能就要蹲牢里二三十年以上了 对不对 那... 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些事情呢 那而且再来就是说你... 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人 你非常的聪明 而且你的表达能力一定也很好 只不过说你不觉得你现在有点孤单吗 就是说会好像... 是不是有点太过... 相信自己所想要的那些东西了 却没有看到你眼前已经拥有的 你应该要去珍惜 去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 而不是... 而不是说一直在看外面 那你要什么时候你才能活出真正你自己的生命呢 就是说 你与其一直去羡慕人家 那不如把这个精神拉回来做你自己 把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发扬光大 去想想看我要怎么做 可以做得更好 对不对 而不是再去... 你已经可能有一个本业 可是你又希望说可以再多一些收入 所以你又想要去搞一些投资啊 买股票啊 买期货啊等等的 结果呢 因为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去做功课 结果就会造成... 损失 很大的损失 你觉得你准备好了 但是其实你... 从来都没有觉得准备好 要去采取行动 因为... 因为你的准备好只是... 可能对别人来讲你只是准备好了四成吧 三到四成 但是... 你已经迫不期待了 你已经因为这一个 你怕你现在不投入你可能就会... 呃...有损失 但是你真正在投入的是什么 是你的本业啊 是你的主业啊 如果你是业务的话 那你应该是好好经营你业务的工作 好好去... 让...想想看如何再去开发更多的业绩 而不是再去想说... 反正我时间谈心 那我又可以再做别的 对不对 不是吧 你应该是要把你这件事情 你现在主要想做的这个事情 做到好 而且还有... 让它越来越好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如果说... 它可以... 它可以让你创造更多更多的收入 那为什么你还要去做那些... 呃... 就是... 不是正业的事情呢 那让... 让你... 就把你... 等于说把你的专注力又分开了 对... 所以我觉得... 呃... 听不太下去 对... 所以就会导致说 欸... 你好像没办法去跟... 别人真正的交心这样子 那... 这样的话你永远你也没办法去... 真的享受到那种快乐 对... 你真正想要的快乐是什么 你要问问看你自己 好不好 所以... 呃... 抽到这组的 我相信啊 就是... 只要你... 真的愿意好好的去投入你现在的工作 好不好 如果你现在的工作很辛苦 真的很痛苦 痛苦到你可能... 做不下去了 没关系 你可以换另外找工作 但是我希望说你每个工作你都应该要很... 认真的去学习去做 而且保持正直的心态 不要让... 不要那种... 就是... 想说... 只想说我从这工作可以赚多少钱 可是你从这工作 就算那个工作可以赚很多钱 可是你过得不快乐 你一样不持久啊 就是你一样没办法很持久的 在这家公司继续待着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个 你可以持久待 然后而且他工作 呃... 他的薪水也可以很... 有稳定的成长 或者说比较有一个规模的 呃... 或者是说 呃... 他是有挑战性的 但是至少说 你是有靠山的 这样子 所以... 呃... 如果说你是想要创业的话 我会觉得说2020年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去 让你做创业的这一块 因为... 呃... 你可能会太过让... 呃... 想得太美好 然后... 也会比较容易遇人不熟 所以我觉得 就是这段时间你还是 你现在原本做的工作 如果能... 能够继续做的话 就先继续做 然后再也就是 呃... 也可以慢慢找更多更好的公司 然后当然也是要小心 就是如果你遇到 有些人有某某部分的人可能 遇到的公司可能也会有种 呃... 比较压榨性的行为 就是说 呃... 就把你的下半时间啊 都一直... delay... 再delay... 这样子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痛苦 然后其实你可能在这个 工作的环境下 你也会感觉很... 孤立无援 因为没有人可以体会你 没有人体谅你 没有人会去帮你发声 对 所以... 就是大概以上的这些状态的 朋友们 就是... 希望有对你们有帮助的资讯 如果你真的觉得 在那个环境真的被打压 你也不要 就是... 不一定说一定要去忍 但是如果真的没办法忍 你真的没办法配合 那我觉得你就是赶快 可以赶快去转换 就是转换 再去另外再找没有关系 但是一定要记得心 一定要保持正直的心 然后还有就是 不要找借口 因为... 有时候我们就是会 常常找一些借口 让自己... 呃... 好像免于那些灾难 但是其实并没有 只是可能只是延迟而已 或者是说... 呃...去逃避 你没有真的去面对 那你就会变成说 嗯... 你没办法从中间 获得到什么经验啊 真的... 真的会懂得去变通的人 就是说我现在遇到这些状况 呃... 我现在可能现在钱真的赚不够 那我要怎么去更努力 在这个公司可以有更好的成长 对不对 就是上金星嘛 还有正直的心 还有呃... 努力不懈的精神 对 这些比较正向的方式 才能... 才能让你真的获得到 呃... 很好的一个 动力的经验 因为 人家说失败为成功之母 那... 你如果因为几次小小的挫... 呃...挫折 然后你就让自己 呃... 陷入在一个 啊...我就是没有人要的 的... 状况啦 那... 所以... 所以我觉得 抽到这组牌的人 不要太灰心 然后... 自己要... 抓好凶种 好不好 就是了解自己 自己要的是什么 然后能够 安安稳稳的去做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那... 我来帮你们占谱一下 就是... 那个... 就是抽到第一组牌的 朋友们 请问他们在2020年 事业顺行的指数有多少呢? 好... 大概55%喔 对... 55% 好 然后另外就是用12公图 然后帮大家站一下 我该... 在哪... 我将... 在哪里去解决 这个阻碍 这个问题 请问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们 他们将在哪里去解决 好... 目前的这个阻碍呢? 接手... 请问是接收的爱吗? 如果是的话 请... 给我顺行针 好... 接收的爱喔 对啊 所以... 嗯... 你看我觉得... 就是说如果真的要去解决的方式啊 就是... 你要真诚去带人 自我坦诚 这两章都有自我坦诚的含义 懂吗? 要去了解自己真正的想法跟需求 然后还有... 嗯... 不要只顾着... 比如说这个是比较贪财嘛 还有贪财的含义 那这有种... 就是玩乐 就是... 只想玩乐啊 不...可能不太想要去... 去... 工作的那种感觉 对 但是... 嗯...最重要的是说 你... 其实你现在真的已经有在... 往很好的进展在做了 你懂吗? 抽到这张牌 不是说你运势真的很差 而是说 其实你已经在做一些往大事的编辑了 我相信你在去年也... 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鸟事跟挑战 对...但是你已经... 在今年你已经可以去... 呃...那些问题已经不构成问题了 所以你应该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好好想一想我现在该怎么做会比较好 并且去表达...去请求帮助 对... 请人家给你一些意见 然后但是你要听喔 人家给你的意见你要稍微听一下 然后自己再去做一些比对跟分析 然后绝对不能贪心 也不要... 就是... 只顾着玩乐 或者说找一些借口去推掉 你会... 真的会损失很多... 好的机会 就例如说好了 你今天要去签约 呃...比如说礼拜四要去签约 结果...你那一天... 呃...因为女朋友说想要... 就是已经约好要一起出去玩啊 什么的 喔...如果不是...不是那种出国 绝对要出国的 就是... 应该要... 嗯... 就是以你的那个... 那个订单为主 因为那订单可能会带给你 真的是... 可能前所未有的一个业绩 或者说会让... 会让你们现在公司的状况 有很大的进展 可能就要牺牲掉玩乐这一块 但是你们最后... 会... 真的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庆祝 就是说能言的哲言啊 但是就是说应该不要去找... 不要去找借口去... 呃... 推掉你该做的 你真的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比如说你现在是应该要进修了 但是你如果推掉 比如说你现在是学生 你觉得说我现在不读书以后也不会怎样 但是其实说你现在做的那个专业 你现在学习的科系 那个对你的未来帮助是非常大的 你更应该要好好去练习它 学习它 了解它 对...然后之后把它就是活用 活用在你未来的工作专业上 我觉得这样才会让你的未来的发展会更好 所以2020年 嗯...对于第一组牌的朋友 是一个... 怎么讲... 认识自己的一年吧 你要好好认识自己的状态 然后...并且去接受更多方的爱 懂吗? 不要让自己孤立在自己的一个框框 自己的...小框框里面 对...你要去感受别人给你的一些爱啊 建议啊...支持啊... 对不对? 让你可以用有更正向的那个动力去面对这些... 呃...这些挑战 这样的话...我相信你的... 事业一定会越来越好 好不好? 一定要加油哦...OK? 我们来到第二组... 好...抽到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的...那个...就是... 2020年的运势是... 太阳神经丛的奇迹牌 然后呢...主爱是... 中性牌的放下 也是我们顶轮 也代表我们顶轮的放下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好...在2020年啊... 其实跟你的善良跟正直... 会有很大的关系 应该是说你现在做的事业会是... 呃...可以帮别人照亮道路的人 比如说你可能是资商师 塔罗牌师 或者是...呃...心理医生 或者是医...或是医疗类的 好...医疗方面的 还有...呃...算命师 就是...呃...还有什么 就是... 比较有引导意义的 就是你会去... 你可以...你本身可以成为一道光 去协助别人 但是你本身必须要是走在一个正直 充满善意 充满正向的一个状态 对...你的2020年的运势就会... 就像奇迹一样 就会有很多...会带给你很多奇迹的... 呃...发展 对...你会觉得很压力 哦...或者是演说家 对...或...就是说你有可能是演说家 然后或者...你可能人家会透过你的演讲 呃...获得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收获 然后进而就是去成为...变成你的贵人 从你的学生变成你的贵人也有可能 对...然后也有可能是...呃...你的病人 然后他...你...你帮他治疗了一个很难...很难医治的事情...的病 然后结果...他痊愈了 他也会成为你生命中一个很大的贵人 对...就是...嗯... 我觉得你要...你的2020年一定要去想办法 也不是想办法 就是...跟随你自己的心 你觉得做什么来讲 对你...对这社会是最好的 对这世界是有贡献的 还有就是...说... 怎么样让你自己心里可以充满光 当我们一个人心里会充满光的时候 就是心里会...会有光芒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有无私的爱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有无私的爱 而且我们是真的希望...就是从内心... 发出来希望...我可以帮助到他 但是不是无...为...就是... 不是没有...不是盲目的那种帮喔 是有意义的 你要变成...你要照亮人家的道路 你懂吗?你是要照亮人家的道路 成为光照亮人家的道路 啊不是...不是牵着他去... 不是那种...怎么讲 不是开着他到...到他想要的那个目的 懂吗?不是开车 不是当司机带着你想要帮助的人到那个目的地 而是说你告诉他可以怎么做 或者说你给他的帮助 是可以让他往这个正确的方向前进 让他的生命产生奇迹 所以别人的生命产生奇迹 相对来讲你也会产生奇迹 你会产生更多的奇迹 懂吗?这是一个礼物 呃...我觉得像...呃... 我觉得抽到这张牌我还有感应到是说 你在去年你也做了付出非常非常的多 呃...不管是为公司付出也好 为家人付出也好 为朋友付出也好 而且你真的有帮助到他们 好...或者说 有些...呃...做保险的啊 我也不知道我突然想到 就是做保险的可能 因为你的...你正确的观念 你给予很多人正确的一个观念 还有...善...就是...良好的资讯 好...就是说你没有加油添醋啊 你也有给他...给客户给他最好的一个需求 所以...呃...所以他...当他真的用到的时候 他会非常非常的感谢你 对...那可能会就是帮你 扩展很大的人脉啊 介绍更...更好的...更有需...就是更多需求的人来找你 那你就会...你可能今年你就会觉得 哇!你整个业绩大...大爆发啊 好!然后... 然后也会整个可能晋升很快这样子 就是晋升你的职位 对... 你会觉得说这一切会来得很梦幻 但是其实是因为你的耕耘 懂吗? 你要... 产生奇迹 重点是自己要先有耕耘 你要先做好这些耕耘的准备 那之后你就会...我真的 我...我相信你会... 嘖...怎么讲 啊... 我现在已经眼前都是光了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就是说 嗯...我觉得你做的这些事情 他绝对...这个奇迹不是那种 突然中热透的那种奇迹 你懂吗? 不是那种突然间让你变爆发户的那种奇迹 而是因为... 你...你过去的一些... 爱心、善心、慈悲心跟雅亮 还有正直的心 所造就而来的 懂吗? 才能把这一个整个城镇造出一个光芒 这样子 对 这张牌就是他... 因为他原本是一个黑暗村啊 但是就是因为... 有一个小妹妹他就是... 他有... 把... 多余的钱还回去 就是他拿到一堆零钱 然后...但是他知道这些零钱不是他的 他就还回去 结果他们城镇里面有很多哭诉 就是... 就... 那些哭诉就开始 往上爆发出光芒这样子 死去的像素 对 其实你看就是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蝴蝶效应的感觉 你懂吗? 当你做了一件好事 后面有好好多好多好多好事 都一直在... 一直不间断发生 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真的 就像我们 每次人家说捐一块钱捐一块钱 就就冒小孩啊 就就植物人啊 你觉得捐这一块钱不算什么 可是 你捐钱这一刹那的信念跟爱心 真的的信念喔 真的 的慈悲心 然后才... 那个感动是会去感到很多人的 你懂我意思吗? 那种爱是传承下去的 跟你如果是只是为了想要把手上的零钱消耗掉 就是说你是没有那个心的 就... 纯粹很麻烦 然后想说就把它丢里面 那个态度不一样 造就的结果也会不一样 对 那你中间的阻碍会是什么呢? 阻碍是放下 它是叫暗影灰风暴 呵呵 就是我无法再保守你的秘密的意思 对 嗯... 这个啊... 与个人的责任还有放下前责有关系 嗯...这是在清理残骸必继续前往的时刻 当你持续隐藏的时候就会无法向前走 所以你们有觉得这两张有非常大的呼应 如果你今天把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就是说你觉得... 嗯...你觉得有些事情你觉得隐瞒会比较好 但其实结果并不难 懂吗? 你可能要去... 就今天你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有些事情你觉得... 卖贡 不要说 可能对大家都好 但是反而你不说 最后造成很大的什么 误会 对... 有没有你是... 你是善意的谎言 结果到最后变成被大家攻击霸凌的对象 我觉得... 呃...我...我会这么强烈也是突然间那种 那种声音啊 然后还有就是说 嗯... 有一些责任啊 因为当你... 当你产生的奇迹 当... 突然间很多人认识你 哦...或是说你可能是从政的 人家觉得说 哇...就把你当神在看 可是你有没有去放下 嗯... 就是把这些 呃...有些人可能也会 可能会在私底下就是在讲说 啊...你就是透过什么关系啦 啊...或是说你就是怎么... 你就是那个 人家...呃... 背后有靠山啊 什么你才能这样子突然间发光发热 一气爆红嘛 或是炒...炒新闻什么的 那你能不能去放下 当你放下那些 排山倒来的 对你的谴责 你也...你也会就是 重新看到这道光芒 懂吗? 这个鼠光就会帮你把这些 所有的灰风棒去打散掉 你就不会这么的害怕了 不要去害怕 你知道你做的事情是对的 你就不用去害怕别人说什么 但是绝对不要去隐瞒 好不好 有时候有些事情该说出来就是要说出来 因为你不说出来 人家不知道你不喜欢 人家也不知道你很痛苦 呃...所以我觉得抽到这张牌 要注意就是自己身心的状态 懂吗?自己身心...呃...心灵的状态要 把持住 有可能你也可能是小演员 突然间你做了什么事情 却突然爆红了 但是 变成说你的人生 你的...你现在的生活 可能被放...以放大进来 就是说 人家觉得说 蛤你是之前那么有爱心的人 怎么你现在又好像就还好 对就是有一直给你比对啊 这样子 然后可能 比如说人家 就是有一些刻板印象嘛 比如说 呃...你是会 很...很...很...会捐钱的 会照顾小冬 会是 爱做爱心的 可是你就是 可能会 呃...出现 比如说 出现在夜店 哦...或者是说 穿很low 或者是 讲脏话 人家就...哦...或抽烟 人家就觉得 啊...怎么形象差那么多 等等之类的 对 然后 人家看到的那都是表面 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做的是什么 你自己在做 如果是对的事情 你就要 好好的去 去继续做 并且放下那些 呃... 莫须有的罪名 好不好 不要让自己活在 那种被...被... 侮赖的一个委屈之下 即便 呃...我觉得 你还是可以做自己 你不用说你 因为你做了这些好事 或者说你突然间有很大成就 你就放弃做自己的那个 本性 对 我觉得 人可以一直改 人的确会改变 但是你不要去改到说已经 嗯... 家人啊或朋友看到你都觉得说 嗯...你好像变不一样了 你好像 已经失去你原本那种纯真 或者说你失去原本那种 呃...正直感的感觉 因为... 因为... 当你得到突然间得到太多 你可能会 更小心翼翼去处理太多事情 但是有时候反而你的小心翼翼 或是说你去隐瞒一些 实情的状况 反而会让你陷入到一个 你不知道可以说什么比较好 然后又会越描越黑 你也很痛苦 哦...然后还有就是说 呃...你要相信 还有另外一个状况 哦...就是说 你有可能现在要做事情 譬如说你现在要做保险 可是你这样非常的反对 哦... 我觉得你就是要去证明 行动去证明 用逻辑去苟同 不要... 不要失去理性 好吗? 好好的去跟他们讲 你现在做的事情 做的是什么 你都是做正正当当的工作 你没有去欺骗人 你没有做杀人放火的事情 你是想要做帮助别人的事情 那你的原生的家庭 就会慢慢的去了解 慢慢的去理解 这个课题 所以 还有部分的人可能是更生人 好 就是说可能刚刚出来 请相信你自己 你也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好不好 你也是人啊 你也是有专业的啊 你也是可以改过自信的啊 你也可以成为这个光芒啊 对啊 去感化别人啊 所以不要 请把自己过去的不好的阴影去放下 请把不好的过去放下 你懂吗? 你已经重生了 你已经...这一年你已经重生了 你会是一个全新的状态 但是你不能再被过去的自己绑架 要不然你就会变成人前一个样 人后一个样知道吗 就是 比如说像韩国明星好了 你可能在人家面前光鲜亮丽的 或者说你做 或者说有些爱心的事情 不是你真的想做的 但是其实你也会做很多善事 但是到最后好像是变成是因为做善事 就是去搏 对不起 去搏那个媒体的版面 好 然后私底下 你就会又很难过 因为又被谴责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你也知道说 你做的那些根本不是你自己 所以你做 所以你抽到这组牌的人 你必须要放下一些 不必要的谴责 不必要的责任 还有一些 就是 不要把莫须有的使命放到你身上 因为你只是一直在做你该做的事情 只是你过去的根源 你得到 你获得成功了 对 但是不代表你就要必须去承 承担更多的 责备 或者说承担更多 莫须有的一些期望 懂吗 我把我从桥桥感上 唉 唉 我觉得这一组牌啊 真的是已经 已经 已经真的是 脾气太来了啊 但是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多很多 可能有一些遗憾 或者是说 你觉得过去做真的不是很好 或者是说你被 你的过去被挖出来 比如说像我刚刚讲根深的 可能你过去是黑道 可能有卖毒吸毒是怎样怎样的 或者是 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 那可是你现在真的很努力的想要去改变 你已经很努力在为你的人生创造奇迹 但是还是很多人会抓着你的过去 去 一直 对你说很多有的没的 一直想要去打坏你的 就是 就是一直在 破坏你的自信心 破坏你的 呃你的成功 的那个感觉 对 所以我希望说 你们一定要 学会放下 好不好 有些事情该放下就放下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你现在做的事情 更努力的去做好 当你已经真的帮助别人 你创造奇迹了 请继续保持你原有的初衷 你想要做的是什么 对 继续的加油 然后我相信最后都会得到更多的宽恕 就让时间去证明吧 然后你也可以慢慢去疗愈自己 疗愈你的原生家庭 还有去 呃 整合 更多的 问题点 你就会更清晰的发现说 其实这些事情 都不构成影响 也不构成威胁 只是说它可能现在让你的 呃 心情会非常的 差 好啊如果说 有一些是误会啊 就是譬如说 嗯 人家污蔑你 就是我刚才 我个人也很讨厌那种无中生有 就是说 我明明没有做过的事情 你应该要 你硬要付诸到我身上 我绝对会跳出来讲 正当化的愤怒 好不好 正当化的愤怒 该愤怒的时候 还是要凶 懂吗 不要 你还要 觉得说自己已经创造一个好好的先生 但是我就可以这样子被 嘲笑 被污蔑 不是的 你还是要为自己发声 懂吗 是这样才合乎你的逻辑 然后 还有这个过程中啊 还会有一些 一些隐藏的真相 对你要去慢慢的理解 因为这两张啊 都是很理性的牌 这太阳神经丛讲逻辑的 顶轮呢 顶轮就是一个 超越理性跟感性的一个觉知 你知道吗 觉醒牌 对 所以你是更 更要 要了解 宇宙要告诉你的事情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并且你会 当你放下了 你会发现 哇 有更美好的事情 其实正在等着你更好的结果 那 我相信2020年对你来说 只要你把你的心态 还有这些 呃批评啊 对 不要看得太重 哦 还有像YouTube 嗯 我觉得如果像 一样都在拍影片的YouTuber们 也是要 自己 好好的调整 只要你想 你做的事情真的是对的 是好的 是对是社会有贡献的 而且你也 嗯 就是真的你也 嗯 问心无愧 好吗 就是做到你问心无愧就好了 不要去太在乎那些 嗯 那些酸民啊 或是说有一些 就是 怎么讲 就有一些自己看 人眼红的人啊 那但是如果说 被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或者说被 诬陷的时候 你一定要跳出来 好不好 为自己发声 不要沉默 但是前提是证据要抓 要 要 那个哦 要准备好 就是说比如说 他污蔑你的什么证据啊 什么就是 要靠证据去说话 懂吗 绝对 绝对 不要感情用事 懂吗 不要感情用事哦 OK 好 那我先来帮你测一下 就是 那个 今年的事业顺心程度 好 请问说 第二组 排的朋友们 2020年的事业顺心程度 有多少呢 顺心值 有多少呢 等一下哦 請帮我回到探查为止 請问2020年 做到第二组排的朋友们 他们的事业顺心指数 有多少呢 85%哦 85% 好 那 好 请帮我回到探查为止 请问我在 请问第二组的朋友们 应该要在哪里解决 这一个阻碍的问题呢 是第四宫吗 请问是 好 请问是第四宫的哪一个呢 请问是深层意识吗 我设了换清楚我生神症 好 深层的意识哦 也就是说 有沒有 回归到你的本质 懂吗 深层的意识 嗯 深层意识 我的解读 是觉得说 很多事情不能看表面 好不好 然后还有就是 嗯 你需要更成熟的去处理这些事情 更有智慧的方式去处理这些事情 对 然后还有就是 一定要 好好的就是 就是 疗愈自己 我知道 受到这组牌的人 真的 就是 求职过程中都很辛苦 那如果今年能够有 能够创造奇迹 我相信这也是你应得的 对 那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记得 自己 是 呃 是虚 是值得被爱的 是值得被疗愈的 懂吗 是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是值得 获得到 你现在更好的一个状态 你要相信 好 真的是 你要必须要对自己的潜意识 下达很强大的指令 也就是要运用吸引力法则 还有多多去疗愈你自己的灵魂 就是深层的意识啊 有一部分的 的 代表也是灵魂的意思 你要去真的去探索到你灵魂的 真实的需求 还有 他是否有受伤 是不是该疗愈他 还有你现在该做的事情 呃 是不是真的 如你所想的 这样子 懂吗 慢慢的去改变你自己的价值观 然后还有 嗯 去了解 什么是该做的 什么是不该做的 什么是该听的 什么是不用听的 什么是该在意的 什么是不用在意的 哦 你要自己慢慢去做一个平衡 跟 分析 了解 ok 好 祝福第二组的朋友们哦 也有85%哦 事业顺行 如意指数85%很高哦 好不好 一定要加油哦 哦 我们来到第三组啦 哦 我觉得啊 第三组的朋友们 应该还蛮多是要创业的吧 对不对 好 或者说工作上 有partner加入 嗯 比如说可能警察啊 消防人员啊 或者是 嗯 一些 比较团队线 或者是说工作室 哦 或者YouTuber也有可能 对 就是可能要成立工作室了 或者是要成立个人公司了 要 或是要 呃 就是 要 打造自己的团队了 哦 比如说是做 哦 一些行销的啊 哦 直销啊 或是 嗯 嗯 就是需要那种合作的 对 就是 开始要找兵买马那一种的 对 我觉得 都会有很棒的进展哦 因为 这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就变那么 嗨 呵呵 这张是那个 扩展牌啊 它如果能在事业里面出现 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事情 然后你们阻碍是热情 呵呵 我等一下会跟你说 可能要注意什么 但我觉得很可爱 有点一点关联啦 对 好 那 扩展牌啊 就是 它是天神 然后就是 它寓意就是说 当你相信你就会看见 那 我想要跟 呃 Michael大天使是希望说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张扩展 或扩展牌 它的传说是什么 天神啊 为了要 决定天空的颜色 而寻求 睿智的建议 那 他希望地球的存友们 就是我们 好 看到他的成果 能够感受到平静 那其他的大灵们提醒他 要信任自己的直觉 其他的大灵们要信任自己的直觉 好 然后呢 当他看见的时候 就会知道是正确的颜色了 OK 那天神就采用啦 而且清楚的看见颜色 于是天空就变成了天蓝色 有没有觉得自己在 偶尔仰望天空的时候 那种蓝蓝的 然后很 广阔 然后 会看到那些云 在天上 会有莫名的平静感 我会耶 我有时候 我之前去公园的时候 如果我 在 做迷想啦 我有时候会直接 就看着天空直接做迷想 因为天空就没有什么杂物嘛 然后你在迷想的时候 你会觉得欸你好像 脑袋瓜会闪过很多很多个画面 这样子 你会 真的会感受到很平静的能量 真的 所以呢他的启示是说 当你被推进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 寻求好的建议非常重要 所以有可能有人在 2020年你会被换部门 或是说被调职到其他的一些 比如工地啊 或是 呃 或者是 一些单位啊 然后去支援啊 或是 那个不同分店 对 那 你这时候你就 我觉得你就要去主动 寻求 当 当地的那个建议 就是 可能新的同事 或是新的前辈 你可以 主动去了解他们这边的一些文化啊 作风啊 或是说要注意的事项啊 什么的 如果你愿意去主动了解的话 我告诉你 你会 真的会比较得人疼喔 而且大家会觉得 你很有上进心 而且会觉得说 哇你真的比 很好相处 就是你真的是一个得 得 就是 真的是很得力的小帮手 为什么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呢 因为 很多人有时候掉环境喔 那种怨念特别深 一到新的地方就开始抱怨 啊靠这里那么脏 哦 不好意思我刚刚讲脏话 就是 嗯 这边怎么那么脏 哦 这边人怎么都那么臭 或者说 嗯 这边事情怎么那么扎 那么乱 可是你还在这公司啊 这是你 如果这是你原本你想要 你想要做的工作 你也愿意配合了 你到了就不要去抱怨了 懂吗 你可以 可以 以身作者去做 嗯 比如说改善环境也好 或者说 嗯 主动跟大家打 打好关系也好 有时候他们的表面 不是真的人 而是说 可能他们已经习惯了 就这几个工作伙伴 突然间加上你的加入 会觉得有点不习惯而已 你懂吗 哦或者是说 像 嗯 你可能有在演戏 你突然间 你是可能中途加入 这一个剧组的 你会觉得 嗯 好像 不知道该该从哪里开始 然后你觉得大家都对你很冷漠 那如果这时候你就 唉声叹气 或是说 有点没自信 大家反而会觉得啊 你就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 你懂吗 就那种小团体的感觉 会特别明显 或者说你可能是转学生 就是说 可能那 就是说 因为我总觉得好像有学生 也会来看这一 这一支影片 好 如果你是转学生 然后但是你可能同时你也有要工作 你会觉得 哇你要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嗯 可能部分的人可能很快 可能部分的人会觉得很痛苦 对所以 你要怎么去面对 就是相信自己的直觉 好不好 你会 你会知道说 你自己该如何融入这个环境 但是不要把心关闭起来 好不好 去用心去观察 当你看到比如说有一个到那个环境 欸有一个不错的 你就先从那一个开始 懂吗 你不一定要一下子进去这个环境 就要跟所有人都打得很好 不用一定是慢慢来 就像我自己 我觉得这个状况跟我还蛮像的 就像我去参加活动 我不可能一开始就跟所有人都 我一定是先从几个 欸觉得比较顺眼的 或是对到眼的 或者说欸他会主动来关心我的 然后我们就会开始聊天 然后他就可能会带我再去认识别人 然后之后我们就一起做更多更多的事情 对不对 那这样是不是有好方展 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更了解你 嗯 让那个团队里面 可能那团队就是他有比较熟的 然后他就可以帮你转介绍 然后大家更了解你 这样的话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好 那再来就是 呃再来反之喔 就是说你如果在2020年 你要远离那些任何批评 批评你梦想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会成为你很大的阻碍 很大 就是跟后面的阻碍会有对应 会有呼应到 对会有很多 我就讲这组牌都会有点忽大忽小 不好意思 就是 因为想要强调的东西太多 所以 你这时候如果遇到你 呃2020年 你发现说 那些人会批评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你可能要选择远离了 好 啊但是喔 如果你要 你是想要询问意见的 懂吗 想要询问意见 但是他又一直批评你想做的事情 你可以 参考就好 对 然后你可以再去问多问几个人 因为真的想要问你好的 他也会去顾及你的感受啦 不会一昧的去批评你要做的事情 所以 呃如果你是要去换去新的火 新的一个环境 然后那个工作环境里面的同事 就会说啊你觉得做不久啦 我跟你讲 你以你这种态度齁 我刚刚说你就 你可以 你就不要理他 你就 你就说喔好 我知道了 那反正我 我尽我所能嘛 对不对 我尽我所能 我能做多少我就做多少 那有可能你做一做 欸反而还比他们做得好 呵呵呵呵 之类的好不好 就是 相信自己 OK 那 那 然后另外啊天使也要 你自己询问说我要如何创造 强而有力的同盟 那会有新的人进入你的生命吗 会喔可能会喔 会有新的人进入你的生命喔 那同盟的意思喔 不是要叫你搞小团体喔 懂吗 是你在一个公司里面 我觉得你要 找到的是那个 呃合作上 比如说整个流程 比如说你要做企划的 你企划里面也会有包含 很多工作人员 那你在寻找这些 工作人员的时候 一定要找比较能够跟你沟通的 懂吗 因为 这张就是沟通牌嘛 你要去沟通的 你要是你传达指令他会知道 你不要找那些 就是他跟你可能也听不懂 那如果说是主管指派的 可是你跟那个人是很不合的 你要主动先提出 你要跟他说 不是他能力不够 而是我跟他真的不好沟通 如果说 要你由你来主导这个企划的话 你希望 你希望说 呃团队的人选可以由你来找 那也可以让这个事情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你可以提出建议 那如果还是坚持要跟你不喜欢的人 一起处理这个企划的话 那你就要自己好好的去 调整 那个就可能是新的人 可能就是你还不够了解 对 所以 但是你要相信啦 宇宙会给你安排 会能跟你一起共事的人 都是会可以帮助到你 而且成效都会不错 对 会出乎你意料的好 有可能你一开始不看好他 但是他就是 诶 突然间就是某个契机点 有些电影啊都会 那些探员有沒有 FBI 可能一下子有新的探员加入 但是都会觉得说 哼 他一定不会怎样 他一定不会怎样 然后久了就 呃 就是到时候突然间 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 两个人又合作无间 对 或是说 你可以看到他不一样的那一面 对 才知道说 喔原来他有这么厉害的样子啊 或是说 喔原来他是如何 如此可靠的 或是说 原来他知识如此的渊博 就是平常都是不知道的这样 所以 呃 你要更多的就是 呃 精神上的支持 我觉得精神上的支持 除了就是 家庭 家庭给你精神上的支持 另外一半给你精神上的支持 齁 还有就是 你是需要被鼓励的 简单来讲 你是真的需要被鼓励 被认同 被肯定的 所以 呃 只要你能够 这样能跟 能够给你爱 或者说你的朋友 可以给你鼓励的话 你都会越做越好 所以才要 天使要记得 才要叫你远离一些 会批评你的人啊 就是或是或 会一直丢负面情绪给你的人 我觉得你要尽量远离 齁比如说你可能 常常一回家就跟家人吵架 那我会建议你 是不是要先搬出去住 你知道吗 可以住附近 但就不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那或许来 或许这样来讲 你们还可以 维持比较好的一个关系 那如果是 呃 如果你是女生 喔你是 可能你是 你是跟婆婆住 但是因为你的工作关系 可能有时候没办法 常常做家事什么什么的 有些摩擦 那不如 你想办法搬出去吧 对就是不要跟婆婆公公住啊 然后你可以住附近 或是另外 另外租一个小套房之类的 这样子 或是说跟老公 就是另外商讨其他 反正就是不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就是那些会给你负面情绪的人 就尽可能的避开 对但是不是叫你断交喔 除非他真的会造成你人身攻击啊 或是说他有伤害到你的人啊 偷你的钱啊 或是想要利用你啊 那那个就直接断就好了 好不好 如果说他真的有影响到你的身体 或是说 有偷你的什么东西 就是直接报警处理好不好 不用不用为了那个就是看不到的友谊 去去 就是还要还要去妥协什么的 对 因为那种人就已经 已经不在你的友谊范围内 不在你的扩展的这个范围内了 好不好 OK 那再来就说你今年也会有很多不确定 有可能有些人在找工作 或是说还在想说要不要换跑道 或是说你觉得说 到底我该不该要听公司的调度的这个安排 我觉得 嗯 就是目前你虽然所遇到的状况 应该会都是对你是好的 对你不用害怕 就比如说你可能你要被调了 那有可能你被调之后 反而会有更好的事情发生 然后 当然你要做评估啊 我不是说每一个人喔 因为这是大众占卜 所以你自己要好好的去评估 然后你有疑问一定要提出来 懂吗 才能 嗯 虽然要想 还有直觉 我要回归到就是最重要的是直觉啦 如果你觉得今天你调度的这个地方 是真的会让你不好的 或感觉不舒服的 拜托就不要勉强自己答应了 好吗 不要勉强自己答应 你一定要根据你的直觉 然后再来就是说还有 呃相对的分析可以去跟人家去跟朋友 或是说跟其他同事去询问一些建议说 诶 你可以先问问看以前的前辈 被调出去的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啊会不会公司没有办法给予一些资源什么 有疑问一定要先讲好不好 不要后知后觉 我们要做一个先知先觉的人 ok 然后再来就是说 呃 如果说你在生活上真的有遇到一些很不如意的事情 我觉得也很欢迎来找我做智商 其实我觉得你可能在今年啊 有很多事情想要去做 就是刚刚一开始讲的是可能被调啊 然后或是说你会到达一个新的环境下 那其实你的过程都是被引导的 那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身边没有人可以问你 欢迎你来找我做智商 然后我或许可以给你更多一些工作上的意见 或是说你未来的一些展望的方向 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说 呃你的阻碍到底是什么呢 那齐伦的阻碍喔 其实是跟你的一些比较基本的需求有关系喔 好 那 这个 其实就是 这个这个热情啊 就是说 嗯 他要你先是要告诉你的 就是说你要对你的职位感到热情 这是对的 请跟随你的本能 你会知道 你会直觉知道什么对你才是正确的 有没有 呼应了 天神都叫他要根据他的直觉 他就看到说 喔原来天空最好的颜色就是天蓝色 啊这个公主也是大家要告诉他说 请相信你直觉 你要相信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对的 是有热情的 好吗 那你最后你就会获得到 人民的拥戴 然后之后你就变成领导者 对 你懂吗 请跟随你的热情 成为独一无二的 要为自己而战 而且你是会被公众认可的 但是 就是你要小心 可能会被家人朋友排挤 所以请远离 好不好 远离那些会批评你的 喔我真的说 这两张真的是超级超级超级 合的 对 那 再来就是说 你当你被公众认可 那你家人跟朋友能不肯定你吗 对不对 多数 少数服从多数好不好 好 那再来就是说 你要情绪要更专注在你要做的事情 好你一定要保持一些冷静 理性 好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 呃 除了直觉 当然有直觉是对的 但是你也要有一些理性 就是你要知道说 呃 你的日常行动是否有支持你真正的热情吗 那你愿意为了什么而坚持呢 温温看自己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坚持到现在 懂吗 那再来就是说 呃 还有强大 这有很强大的隐性 阴性的能量 齁 也会造就你快乐的结果 阴性的能量比较 是 呃在于就是 嗯 我觉得比较属于柔软的部分 齁 可能你别人觉得说 你都是很刚强 很 很固执的那种 但是其实你是内心是 也是有很热情 然后也充满一个 呃比较 温暖 或是说 比较 贴心 或是 嗯 比较有那个 就是细心的那一面 懂吗 还有就是说 绝对不要害怕 然后但是 这中间也要注意 不要去争夺 一些权 权位 懂吗 要小心喔 不要去争夺 不要特别去争 对 该给你的 比如说职位 会给你 就是会给你 如果现在没有给你 或者现在没有选你去上来当那一个 领导 也不要害怕 因为你迟早会成为领导者 只不过说 嗯 嗯 如果当你啊 当你 当你把那个 心思拿来去争取的 争 争那个权利的时候啊 你就会失去掉你原本的理性 跟原本的这个 呃 就是正 原本的直觉 对 你就会忽略掉你的直觉 其实你直觉告诉你说 不要不要不要 可是你有一直 心里就觉得说 不行不行我就是要去做要去做 对 你才会对自己最好 那 你就是等于违背你自己的内心了嘛 你违背自己的内心 那获得到的结果 可能就会不如你所愿 这样子 ok 所以 所以你能 能抽到这组牌真的很棒 所以 其实要注意的真的就是说 远离啦 远离那些批评你的人 然后还有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好吗 了解自己 就是 你到底是对什么事情有热情 那那个 跟随你的本能 你就可以跟随你的直觉 你的直觉就会告诉你怎么做是对的 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不好的 不好的 就是你感觉不好的 就不要去了 懂吗 如果你觉得可以 可以做的再去做 这样子的话 对你来说会比较好喔 ok 那我来帮你们沾一下 看看你们的 2020年的工作运势 就是 顺心如意指数 职场如意指数 好 希望回到探查为止 请问我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们 他们2020年的 工作运势 就是顺心如意指数 有多少呢 好 75% 好像75%耶 75% 等一下喔 再一次 再一次再一次 請幫我回到探查位置 前衛選的第三組他們2020年 就是工作上順心如意的指數有多少呢 嗯 還是75%欸 好 75% OK 75%喔 這一個 這邊 就是 所以我覺得 嗯 不能說到非常的高 但是我覺得這中間一定是 因為我覺得75%是蠻合理 是因為這中間你要做這些事情 可能會遭受到家人或是朋友的反對 但是只要你願意照著你直覺 而且保持熱情的繼續做下去 我相信真的一定會在 嗯 可能下半年吧 或是 或是更快 就是可能 但是至少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然後去證明給他們看 懂嗎 證明給他們看說 你的決定 你的堅持是對的 喔 對不起 我又動到了 不要害怕喔 呵呵 這是我動到一幕了喔 沒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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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起碼回到探查位置 請問選擇第三組牌的朋友 他要在哪裡 這樣在哪裡去解決 就是他 工作上的阻礙呢 喔 請給你支音 喔 請問是宗教信仰嗎 第九宮的宗教信仰嗎 如果是的話請給我順時針 喔 是耶 喔 宗教信仰 如果你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啊 你可以去祈求你的 心中的那個神明啊 或是 嗯 或過年的時候去拜拜的時候 或是家裡有供奉神明的時候 都可以跟他們祈求 然後希望說你 嗯 今年的工作可以有更好的發展 你可以以你現在工作的狀況 去跟神明講 喔 希望說可以有怎麼樣的發展 如果說是在找工作 你可以跟神明去講說 我希望可以進到 什麼樣的一個工作環境 然後我希望可以遇到 怎麼樣的一個工作夥伴 喔 或是說我現在要創業了 我希望可以找到 怎麼樣的一個合夥人 或是說我希望可以找到 怎麼樣的一個員工 喔 等等之類的 好不好 透過你的宗教信仰去 去實現 然後或是說你跟耶穌講 喔 或是禱告 都可以 都可以讓你的 把你的心願去傳送到天上 那如果說你是沒有任何宗教信仰 那你就可以對月亮 對星空 對宇宙 好不好 你就 就 就最簡單的啊 我覺得就是如果你沒有信仰 就是對宇宙許願就好 像我現在都是對宇宙許願比較多 或是對天使 呵呵 天使也可以 對 因為天使它 是連結就是我們第五次元 跟第三次元的中心 就是意識的媒介 對 所以它可以更快說 讓我們把我們的願望啊 去穿達上去 甚至我們每個人 生命界都有守護天使 你也可以跟你的守護天使 去做一個許願的動作 或是對 或是在新約許願 或滿月許願的時候去做 因為這張這兩張都有精神上支持的意思 對 精神上的支持也是也有那個精神信仰的代表 對 所以 呃 剛好 寫到這邊 唉呦 對不起 對 剛好寫到這邊也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如果有在看我粉專或有在注意我官網的 都知道我有寫一篇就是 星月跟 星月滿月許願的懶人包嘛 對 那大家如果要 而且我裡面都有寫上 就是呃 所有的那個星月時間 星月滿月的時間 然後還有 然後還有 那個月空網的時間 這樣子 那請 就是大家就可以去 去看 去看那個時間點 然後 什麼時候該許什麼願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因為這個星月許願跟滿月許願 我個人覺得是真的還蠻有效的 我個人覺得 對 但是我當然不可能跟你們分享我寫什麼願望啦 哈哈哈哈 就是但是我覺得像 呃 身體狀況真的有比較好 對 我的身體狀況真的 我有許到我身體狀況的部分 因為那個都只能許自己喔 喔 許自己不是許別人喔 你不能說我要許我家人的那個 身體健康越來越好什麼的 這這都沒有用 因為不是他們許 你懂嗎 你不是他們許的願 你的願力是沒辦法變成是他們的了 你那個能量只有在你自己身上 對 所以你可以怎麼許 你真的希望說家人的 就是 呃 家人 家人的身體狀況可以好 你可以許說 呃 我希望我可以不要再 就是在滿月的時候你可以許說 我不想 我 我希望我 不要再為家人的 呃 我對家人的那個健康狀態 或是為家人煩惱 呃 的這種感覺可以越來越少 好 滿月就是要許越來越少 那新月就是要許越來越多 喔 比如說 呃 我的事業 呃 希望2020年可以事業越來越好 我告訴你這三組的朋友都可以 都可以去許願好不好 都可以 去在新月的時候許願 新月的時間我今天看 那是在1月25號的早上5點40之後 那26號好像幾點開始就有月空王 但是我們就是新月之後5點40之後 48小時內許願都可以 對 但是要記得避開月空王的時間 為什麼要避開 因為月空王的時間就是 呃 它是月亮沒有在任何星座的星像裡面 所以就會變成說你許的任何願望都是一場空 就是一場空 好 那所以這次的水瓶座滿月就是 呃 水瓶座星月來了 水瓶座就是我 呵 所以我要把滿滿的能量給你們 好不好 看一下 就是看你們能不能感受到 我那個跟我那個充滿 那爆發的那個能量 能量場 好啦 其實也沒有 對 好 我自己有點開始自嗨了 因為我講已經講完了 所以就是 呃 就還是希望說 抽到這三組的 各有各的課題 好不好 各別有各別的課題 然後還有 呃 該注意的事情 齁 然後你該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來處理你目前的阻礙 齁 都已經有跟你們報告了 然後也希望就是祝各位2020年事業順心 然後做生意的可以生意興隆 然後還在讀書的 也希望說你們不管是辦公辦讀也好 或是說你 是邊讀書邊做家教賺你用錢也好 齁 都可以順順利利的 不要 呃 不要讓自己太過疲憊 不要讓自己太操 嗯 然後適時的休息 齁 然後還有自己該做什麼事情 就是該休息 該去放鬆都要去放鬆一下 對 呃 我覺得工作 能不能跟你的生活跟家庭跟愛情 能不能達成平衡 那個都是自己想要怎麼做 沒有人逼你的 你懂我的意思嗎 任何一個人就是 都有辦法自己達到心靈上的和諧 但是那種和諧是要怎麼去做 只有你自己知道 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希望你可以來找我做預約 或許生命靈術可以告訴你一些 呃 疲借解答 一些 一些可以對你有幫助的一個方法 對 那 因為我今天很開心 喔 我 大家應該會 因為剛剛好像都比較沒有拍到我手 這 這個啊 這 這 我覺得我今天整個運氣大爆發欸 這個是我已經掉了半年的 掉了半年以上的戒指 我今天在我家整理 我在做大草除 找到了 它就在某一個袋子的外面 就是它 塑膠袋嘛 那個耳朵塑膠袋 但它就是卡在外面 因為我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掉在那 然後還有這一條 喔 這這條其實我不是買那個 那個臉書上廣告那個 什麼三千多塊那個 我是去蝦皮買那個149塊的 喔 99塊 欸 99塊還是149 反正就一樣的是火山石 就一模一樣的東西 啊 我自己去那個廣天宮 過火這樣子 過火加持過 這樣 我覺得它能量其實也很強欸 對啊 就是 呃 呃 我還是有感覺到這個整個 整個那個氣場 而且會很熱 對 我這樣磨一下 我就流汗 我手就流汗了 對 就是 它的氣場還是有 但是它就是有點太大了 對 如果是 女生 如果是比較瘦的女生 可能會覺得它超級無敵浪吧 對 啊 然後 我覺得真的 今天非常非常的幸運 所以我希望說 能看到今天看到這支影片的你們 也要去感受到我的幸運好不好 就是相信自己 你們一定都可以 在2020年可以創造屬於自己的奇蹟 就像我的賴的東套我都 我就自己就會寫說我要為自己每天都創造 奇蹟這樣子 我突然間忘記我寫什麼 對 就是創造奇蹟 你要怎麼幫自己創造奇蹟 我相信只有你 才知道 你自己一定 會知道怎麼做 會更好 對 好不好 要打開心喔 我告訴你 2020年是超覺知的一年喔 對 那個 大家的那個自我意識都非常非常的高 對 一定要記得 就是讓自己有個 嗯 去瞭解自己的機會 去瞭解自己內心的宇宙無限可能 對 不要認為 說自己只能干預現狀 對 你一定有別的方法 只是你沒有仔細去思考過而已 想不出來就用寫的 要不然就用畫的 好不好 要不然就跟朋友開會討論一下 怎麼做你才會成功 好不好 相信自己 然後或是說把你的夢想寫出來 做夢想版啊 都可以 好 給自己定一個短期 中期 長期的目標 慢慢的去達成 產生成就感之後 你會有更大的動力 去完成中期目標 跟甚至到長期目標 對 有可能會提前完成 不要給自己設限 千萬不要給自己設限 還有任何的挫折 請化為悲憤的動力 化悲憤為力量啊 化悲憤為力量 OK 好不好 加油 加油 祝大家2020年 就是 飛黃騰達 好不好 夢想實現 實現你們的理想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跟關注 然後還有一定要關注我的IG 跟我的臉書 好不好 嗯 就是我都會 每一週我都會更新 就是那個 生命靈數 賣 每週的那個賣倫卡占卜 就是我會幫 一到九的生命靈數 的紙巾寶寶寶們 然後來做一個占卜 然後告訴你那個禮拜需要注意什麼 好 因為現在今天做的就是整年度嘛 一年度的能量 那之後我要 我每一個禮拜我都會有更新嘛 那希望說大家也可以去 好好的看一下自己的狀況 那也歡迎分享給朋友 就你就當初在看 每一週的星座運勢這樣子 那看有沒有對應 然後還有 如果真的要需要注意的 就是自己要小心一點 好不好 因為大部分我都是叮嚀 小叮嚀 所以我不是針對 不是像星座運勢有什麼財運 事業運愛情運那一種 而是說我會根據當下那一張牌 他所給我的感應 還有天使要告訴我 可能要給這個靈數的 人有什麼樣的訊息 比較著重可能愛情的部分 事業的部分或是家庭的部分 都有可能或是健康的部分 也有可能 對 所以 就是每一次寫的都會不一樣啦 對 所以就是大家要自己 可以多多關注 那我相信 天使的訊息一定都會幫助得到你們 只要心存善戀 就是宇宙的好的能量 都一定會往你邁進 好 謝謝大家 掰掰 祝大家新年快樂